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库务基金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它因为它的波动幅度小 你没办法放大 因为那是规定的 银行里面就是只能这样买卖 所有的投资呢 那个投资公司呢 就恨不得你借钱给你 它越收你的手术费 越要收你的利息 越要收你 它很多投资公司 其实是很坏的 它 你说社会这么发展了 他们把你的钱赚了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投资 就被你被宰了 怎么宰呢不明显 看起来都是非常nice 特别老外做生意啊 都是非常的这个 看起来表面上都是非常的 就是说与绅士奉斗 但是呢这种呢 吃你骗你更厉害 对吧 因为他们太有经验了 所以呢 我就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书里面 就让大家避免这些弯路 避下省事 因为这个社会吧 要好大家都好也没有问题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 离好了别人就坏 就没这个意思 所以呢我就是说你看北美吧 其实呢 他们很厉害 但是你还是有办法可以 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所以我就是这种 我专门做服务基金啊 我报告工具联系 不是我就把那个系统弄好 我那个时候的服务基金 到任何时候才都是实用的 因为它市场多波动小 如果我坚持做服务基金 坚持不断的话 现在巴菲特还有一个点 叫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是说要有耐心 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变了变劲 我当时如果我们资金一做下来就庞大了 简直这个就是说这个是理论上想的了 就是做资金我可以做的无从大的 你只要把支撑机给我编制好 什么地方买怎么卖 我只会绝对是千军万马 那我做的非常大 我本来想过我支撑机 你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世界各地啊 我都可以只会的 我就是这样 那做的很大的 那个时候就没有坚持 往这个地方发言下去 但是就想到做资金会了 我股票应该也会 然后持权应该也会 持货也应该也会 当然现在我就是说 对 没错 关键问题是刚才讲 波动的幅度在大小 是你成功这些金融产品里面 投资里面最黑 最最黑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静觉日报》上次跟我写了一篇 这个专访 《静觉日报》专访 后来头版头条 后来一下子以后 24小时之内 几百家网站全部卷载 他就讲 这个华人巴菲特对赏富投资的秘笈 秘诀 那个就非常的到位 讲得很生动 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讲的那一点就是说 做什么确实是一样 其实我当时做货物基金 跟股票指数 没有什么两样 唯一的一个就是你这个波动幅度 我这本书里面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它有个最大的 跟所有的书不同的地方 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怎么样控制波动幅度 就是你成功的 决定因素